幼花盛开期刚过 马林山区飘着淡淡的幼花香 随着夏季蒂临 荷花池绽放满满的生命力 我常常就下午的时间呢 就跑来这边 然后感受一下山林的 昏多季是非常浓厚的 足够的 那在这边真的可以体会到 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感受 这个地方感觉很好 空气很好 很飘 那荷花池的地是 对面其实是一个私人的地 地主提供出来给大家 免费的休憩跟休闲 那它种满了荷花 然后现在又养了很多的鲤鱼 特别感谢师傅 也不断的在努力说 希望让这里的设施规划好一点 所以前几天 那个师傅也派人来协助 我们除这里的草 我觉得能够好好的 在这里发呆 你真的可以好好的 慢慢的享受 赏莲 魏鱼在阳光与微风的轻浮下 身处马林真的很惬意 跟着步道走走 还可以进入农场休息 从农场到餐桌 有着春夏花开的记忆 一季节推出不同的料理 雨生老板说 自然给我们什么 我们就用来做什么 餐桌上的花艺美学 让一书一饭 变成田园木歌 来到马林 一年世纪都有不同的变化 也不同的意向 那我觉得四月份 来到马林是最棒的时间 空气很好 有一个花香吗 很香 东西好吃吗 很好吃 咖啡好喝 咖啡也好喝的 如果想再来 对对 想再来 用餐完后的甜点 绝咖啡 是将咖啡粉 糖与柠檬片一起咀嚼 柠檬香与咖啡香充满口中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整体的环境非常好 然后再配上外面的大自然 还有老板的用心 也会把这些 食物的故事告诉我们 它的理念 还有它所具有的意义 而这个意义是老板给我们的 对 所以我们会 就是一直在 一直来这里 柚花 莲花 紧接着还有铜花 将在四月底五月初绽放 欢迎民众来马林走走 感受乡村美学 在大自然中治愈身心 感受生活的美好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